发展中市场能源转型将带来哪些新商机 能源创新能否为家电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光伏技术出来以后它就可以 如果全部使用光伏这种空调的话 节能了百分之几十的能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电行业 从普及潮带来的快速成长期 进入到以改善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整合提升阶段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传统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 已经是难以适应当前的形式 环保高端智能化成为家电行业转型发展的方向 当前以清洁能源为突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光伏发电技术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相关产业在过去十年中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本周的龙行天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光伏怎样为中国传统家电制造增添新的动力 相关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中 又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 2011年秋冬交替时节 中国北方地区雾霾频发 天气预警不断 12月底中国气象局披露 在过去一年雾霾天气达到了5到20天 个别地方达到了20天以上 这一年北京也经历了几十年来最频繁的雾霾天气 PM2.5颗粒物被认为是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 雾霾频发导致呼吸道疾病病人增多 许多家电商都争相推出了空气净化产品 2012年年初 国产家电企业掌门人董明珠 提出了无电费空调的设想 是因为我在北京开人大会 当时正好出现雾霾了 而病人就觉得 你们机会来了可以赚大钱了 做一个净化器 做一个净化器很容易 你企业也赚钱 但是我们看看 它透支了人的健康 但是你不可能离不 你总是要走出十万 各家电企业都在围绕如何有效净化空气 进行产品的研发 那我们开发净化器 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气净化 还对用户的健康 比如对细菌啊 一些病毒的感染啊 然后我们都增加了这些相应的功能 但是即使这样的进化器 也没有能解决我们这个人的健康 根本的保障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就是我们要用大量的能量 要保证使用空调 那支撑这个能量的就叫烧电 烧煤 发电 这是我就意识到 烧煤本身一个资源在消耗 大量的消耗 说白了 家里的很多电费是交给我们空调的 那么就是因为这种电能的消耗增多 导致火电厂 国家不停地修 导致这个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所以才有霧霾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技术人家讲 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个不要电的空调 是我们口语上的对话 那就是用什么东西来替代这个 后来我们就光伏 新能源 用自然的能量来解决问题 光伏发的电不再通过上网 在变频之后进行直接利用 这是光伏空调系统 最初的一个设想 像我们电器设备都属于电器 这方面的行业 发电有专门的发电行业 产业不一样 就是这是两块大路 这两块大路中间没桥 所以现在我们要打一个 直接联系的路 就是在屋顶 在家庭 在建筑里面 把光伏发的电 不通过电网来转 而是通过直驱 如何利用光伏直驱技术 将空调变为发电机 利用太阳能发电 企业早早开始了技术研发工作 那么光伏空调属于 胶直流混合供电 就跟我们这个混动车一样 那么实际上整个的技术基础 我们回溯往下 就第三次会议 第四次会议 第五次会议 就在找打桥的材料了 所以从09年的直流的技术 到12年 接到市场 接到董总的这种 产品需求的这种安排 我们到12年 大概花了两三个月左右 基本找到了 实现光伏空调的方法 就在2012年 中国光伏产业遭遇了 美国和欧洲的双反调查 为解决光伏发电审聘难 补贴难等问题 2012年9月 中国国家能源局 发布了 关于申报分布式 光伏发电规模化 应用示范区的统知 标志着 光伏分布式应用的开始 2013年 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系统 在珠海研发成功 这也是全球首套 具有光伏发电功能的 大型中央暖通空调系统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上 是痛苦的 因为你大量的钱要投进去 能不能成功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 有意义的一个研究 非常庆幸我们搞成功了 光伏发电必须通过逆变器 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 并入国家电网 然后通过国家电网 来获得利用 就国内的话 像光伏空调 它需要屋顶 不止光伏空调 整个国家光伏政策的分布式化 这是国家新能源的政策 就是分布式 要想分布式卷 分布式能源 而城市的话 在这种新兴技术 新兴产品上 它的销纳能力 现在的消费水平 销纳能力 是高于农村的 而我们的农村是有大量的物顶 有很好的光伏的基础和条件 资源禀赋是很好的 但是它的消费能力和水平相对要低 所以的话 这导致我们的这种新型的光伏 分布式的这种设备 在国内遇到一定的阻力 国家政策 对光伏直流发电 自发自用模式 能有多少补贴 直接影响制造商 对产品的推广 然而 分布式光伏发展缓慢 别力失调 并往南 补贴额度不够 以及行业发展混乱 是当时国内光伏产业发展的短板 过去中国是按照国际上这个 惯例就是政府对这些行业 给了一定的补贴 中国实行的叫固定建价 就是风能太阳能 每一段时间的固定一个上网建价 然后政府给一个固定的补贴 可能再过几年以后 风能太阳能就平价上网了 不需要政府那么多的补贴了 那么政府可能在其他方面 提供一些优惠或便利 促进它的发展 2013年 国务院通过了 分布式光伏补贴 期限和结算方式标准 2014年9月 国家能源局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落实 分布式光伏发电 有关政策的通知 光伏新政正式落地 既有的这种产业体系 和新的一种能源 基于新能源的一种产业体系 是不太一样的 这需要中间 整个国家经济的一种 结构的一个变化 整个产业的一个调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需要国家去做出 很大的一个推动 而且在各个方面 包括一些经济的一些 一些特别的一些政策来拉动 另一边 董明珠仍在努力推进 有关政策的调整 2015年两会期间 董明珠提交了一份 关于完善光伏应用推广政策的建议 建议国家加强和健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端的建设 到2018年年初的两会上 董明珠又提出了建议 希望国家能够制定直流发电自发自用补贴政策 及计量标准 并优先支持国产设备 原创技术的应用 我就是改变市场的需要 提升品质生活的需要 也就是说 你对你的消费者的需求 那就是你研发的方向和目标 2018年6月1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能量局三家联合发布了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 降低补贴强度 国家现在有光伏品计划 还有煤改电 我们在北方大量部署这个煤改电空调 实际上可以推光伏煤改电空调 但是它要解决好多问题 包括光伏本身这个产业的 度电补贴的剂量 当然现在它在下调 调整之后实际上 反而我们再来市场起来 光伏空调技术 在中国西藏 海南等 太阳等资源非常丰富 传统资源匮乏的地区 已经得到使用 我们这一企业的全国 所有各个基地 我们用自己产品 然后我们就是 高效 比如上海 天津 然后通过很多的 国际上的一看 这个技术这么好 所以慢慢慢慢 市场消费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 2019年 国内实现光伏平价上网 同时倒逼光伏产品和企业 增加自身的竞争力 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 梦想就是一个 把自己最好的产品 给全世界人去分享 那你有了这个技术 你走世界 你就知道怎么去走 我觉得我们的规划 不是因为我们要这个市场 而是我们的产品 应该给这里带来改变 光伏空调技术 如何为中国家电企业 在海外市场发展 带来新的增长点 第2章 海外市场发展 第4章 海外市场发展 第4章 海外市场发展 第5章 海外市场发展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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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海外市场发展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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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市场发展 这里是位于沙特东部省达曼的一家中国家电品牌空调研究院 研究院主要进行空调产品的研发 以及为达曼当地的售后服务人员提供培训 哈迈德是沙特本地一家知名家电经销公司的负责人 与吴冰所在的中国企业已经有17年的合作关系 我们在2003年起初初初初后的预线 我们差不多4000一个人质量 我们主要预线的主要预线 我们主要预线的是我们主要预线的主要预线 我们主要预线的主要预线 我们有很多主要预线的主要预线 沙特夏季天气炎热 气温常常高达50度 湿度较高 空调使用量很大 市场上的空调大部分为进口产品 各外国厂商之间的竞争长期不断 我们是于1991年进入到中东市场 到目前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这边民众对中国制造 跟中国品牌的理解 接受的过程不一样 接受度不一样 因为其实这边的民众十几年前 都是非常接受美国品牌 日韩品牌 但对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接受度 没那么高 我们说的这个挑战就是 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制造 对中国品牌的形象 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管理 沙特空调消费者的权益 常常得不到保障 在过去 很多进口空调 在沙特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设备耗电多 低效运行 瘫痪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认为几十几米链是这两个桃子 我认识了几米链 我一直以為這項目的發展 最重要的是 供應和設計 但我期待在航空服務 最重要的是 在國內的廣告 是航空服務 因此你建立了名字 實際上我們公司的產品 在我們實驗室裡面 運行的時候 測試的時候 是零下35度 到60度這個空間 這個運行範圍去運行 去測試 那對於這個沙特市場來講的話 那沙特市場其實 這個運行範圍 可能是到零下-10度 到這個零上55度 那我們這個產品 在這邊運行的話 性能方面 可靠性方面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這家中國品牌 根據沙特高溫高濕的氣候條件 定期更新空調產品 哪個系統的氣候 它這邊的像 三月份 像珠海那種感覺 像三月份 還有那個十月份 它的氣溫稍微下來之後 一到下午和早上 大概有90%的空氣濕度 然後由海風吹過來 它會帶一些鹽縫 或什麼東西 它會落到赤片上面 金屬上面 被家具腐蝕 但是我們這種 是塗了特殊防腐塗層的 它會就是減緩這種腐蝕 延長機組的使用壽命 近年來 沙特建築行業 服務業和旅遊業的發展 刺激了本地空調市場的擴張 中國品牌 在這裡也快速成長 對於新興建築 他們有很多東西 他們有新的元素 新的技術 新的技術 他們會提供到世界 可能每月 每月 尤其是唯有新品牌 他們有的唯一種技術 BV 是跟肥獨特化 你能使用它 你能使用它 獨特化 你能使用它 只有獨特化 你能找到它 還有 尤其特化 的技術 在沙特 轻型商用空调 风管式分体机 冷水机组等产品较为流通 萨德所提到的光伏空调技术 也为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带来增长点 中东的话 它的阳光非常好 并且全天候制冷 跟我们光伏空调太气和 我第一次去中东的时候 眼睛都发亮 这个地方太完美了 光伏是不穩定的 阳光来去不受控制 并且光伏它很不稳定 就是天上有云朵飘过来 我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和效率 都会大受影响 可能这是它本身的机理决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储能 储能 储能把我们的发电功率和效率 都会大受影响 可能这是它本身的机理决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储能 储能 把光伏发的多余的电存起来 把光伏发的不稳定的电存起来 储能就是个大水池 这个水池存起来之后 这个电就稳定了 然后再供给给家庭 所以储能的话是整个 我们说光伏和储能是整个新能源 包括新能源生态的两只翅膀 储能的重要性 可能比光伏在未来产业发展中 还要重要 有了它 发核用就能很好的联合在一起 那这个资源消耗 像中东的话 他们曾经告诉我们 中东每年的整个电力消耗 80%都用于这种降温 那我们光伏技术出来以后 它就可以如果全部使用光伏 这种空调的话 那就意味着它节能了 百分之几十的能耗 我们隔离总部的光伏小屋 实际上就是我们 GIEMS 人员这个互联网 局域人员互联网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模型 在沙特拉伯实际上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 模型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针对这个 家用住宅项目 包括发电 包括这个用电 包括储电 包括网络电 这几个环节的集成一体化 2016年4月 沙特政府正式发布了 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 和国家转型计划 愿景明确提出 去石油化和经济多样化的 发展目标 2017年 沙特政府又颁布了 再生能源计划 预计到2030年 安装40几瓦的光伏 并以电价竞标的购电协议 刺激光伏市场的需求 光伏空调产品具备了电能利用率高 节能优势明显 设备投资少 和投资回收期短的优势 沙特经销商 对中国产品的市场前景 充满了信心 在中国也没有 全世界都没有的技术我们做出来 所以一个新技术出现 关键是 你要给别人带来的是 预设 这个 刚才我讲的资源的 这种消耗 健康 不可能没有市场 除非你的技术落后 你不自主 你不可能有核心技术 你的核心技术 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 因为你掌握了它的这种特征 你会围着市场的这个升级 不断地升级你的新技术 根据评级机构目的 发布的数据显示 沙特拉布的经济 预计2020年将增长2.7% 而据标准普尔全球普世分析公司的预测 到2030年 沙特的电力需求将继续以3.3%的速度增长 是否能在沙特的能源结构中 纳入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也将长期式国际家电制造商 在沙特角力的焦点之一 另一方面 沙特政府对于能源转型 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划 这些规划 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 会产生哪些影响 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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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下 周后 周后 周到百分之一 幾年以來 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持續下跌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爆發 又進一步降低了市場的需求 隨著疫情在全球擴散 全球製造業 零售業 旅遊業 餐飲業 航空等行業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全球原油需求下降 對沙特拉伯國內實體經濟的發展 也帶來了新的考驗 本週的國別指引將帶領大家了解一下 疫情之下沙特如何來應對石油價格戰 以及沙特經濟發展計畫中的能源轉型方案 給中國投資者帶來哪些信號 2016年底以來為應對美國頁岩油革命帶來的全球石油過剩局面 以沙特為首的OPEC成員國和以俄羅斯為首的非OPEC產油國 進行了持續至今的減產護價行動 使得油價維持在每桶50至70美元的中高區間運行 然而三年多來沙特與俄羅斯的市場份額不斷下降 而美國頁岩油無論價格漲跌 其份額都在增長 與其他海灣國家類似 沙特一直希望提振私營部門 讓石油以外的經濟多元化 但OPEC盟國一直同意的油價下跌和原油減產計畫 繼續對其整體增長構成壓力 沙特 阿聯酋跟卡特爾都是地處海灣 也是中東或者講阿拉伯國家最重要的油氣輸出國 沙特原來就是石油組裝量 據世界第一第二位置的產油國 卡特爾在天然氣領域大概世界排名第三 至於阿聯酋在石油領域也是儲藏量比較大的國家 它的石油儲藏最主要的是在阿布札比 這個三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在處在一個轉型時期 也就是說怎麼來擺脫單業的油氣經濟 轉向更加多領域的綜合性發展 那麼也是為它的工業化進程提供新的動力 據國際能源署統計 2019年沙特的石油產量為日均980萬桶 市場份額接近一成 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 位居世界第三 在2020年3月6日舉行的OPEC加會議擴大減產的談判上 沙特表示希望進一步減產 用意阻止因疫情帶來的石油需求減少 而造成的價格走軟趨勢 俄羅斯對於減產持抵觸態度 並指出依賴減產來應對疫情危機 不如採取一系列刺激政策提振需求 這讓沙特感到不滿 並拒絕在俄羅斯缺席的情況下執行減產 3月7日 沙特國家石油公司宣布下調原油銷售價格 折扣空閒 原油價格創下期20年以來最大跌幅 由此 原油價格戰正式打響 國際油價出現崩盤市下跌 受此影響 中東股市3月8日率先暴跌 3月9日全球市場大崩盤 這讓本已面臨需求疲軟的原油市場 遭遇到供需策的雙重夹擊 另一方面 受到近年來油價低迷的影響 沙特財政設置明顯惡化 在2016年 沙特王储本·薩拉曼 就提出了2030願景計劃 希望通過發展多元經濟 逐步擺脫 對石油產業的依賴 在本薩拉曼王储的主導下 沙特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經濟 和文化方面的變革 我在沙特將近11年了 從一開始的封閉 作為一個外國人來說 我感覺到在這裡非常枯燥 沒有什麼娛樂 出門也很不方便 在很多時候 由於當地的宗教習慣 一些時間方面的影響 我們無論是購物出行 都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但是隨著這兩年的變化 沙特政府積極鼓勵投資 致力推動內部改革 隨著石油產出增加 經濟逐步穩定 沙特2018年 經濟同比增長了 近2.5倍之多 國際信評機構匯域 則在2018年 給沙特評級到A家 改革初期的成績 讓沙特信心倍增 並希望謀求更多的發展 然而能源轉型 是一個涉及多種能源種類 多個領域 多個環節的系統工程 對於沙特政府來說 轉型的核心內容 仍然是圍繞石油工業 轉型展開 推動國家石油公司上市 將薩拉曼國王能源城 開工建設 都是沙特2030願景中的 關鍵環節 沙特希望將薩拉曼國王能源城 打造成一個全球能源製造 和服務產業中心 發展更加穩定 和安全的商業生態系統 以支持實現 這些項目所期望的增長目標 沙特不斷開放市場 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 中國承包商自然是希望能夠 儘快融入沙特能源產業 現代化的建設當中 抓住轉型發展帶來的機遇 洪海沿岸的一個新城 另外一個熱點是能源城 還有一個熱點是能源城 還有一個熱點是能源城 這三個熱點是沙特的老首都 這三個熱點是沙特政府的一個新的概念 集中了大量的項目 它很接近我們國家做的千年大季 雄安新區 我們在這裡面中的規定 去學習的地方 使用這些地方 qui和沒有開幕 在裡面的建設備 以及構成者的成員 我們是就來作奖和建設備 企業的成員 授業在建設備 的建設備 有很多建設備 JOHNSTIN 而且有很多建設備 市民屬於那種建設備 在這裡的建設備 global建設備 2016年就是中国发布了第一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那么这里面对于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确定这么一个格局 就一加二加三 一就是能源合作 能源合作是核心 包括石油天然气 第二一个就是二两亿 两亿就是一个就是基础设施领域的 再一个就是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三指的是核能 新能源和航天卫星 应该说是一加二加三这个中阿合作的格局 我们这几个方面都在实施的过程中 而且都有实质性的合作 自2015年以来 沙特多次以优惠价格 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市场出口石油 对欧美市场则取消价格优惠 此外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 还在中国 日本和韩国的 多个炼油和市场营销项目中 持有大量合资和投资的股权 其附加条件均是沙特提供炼化厂 所使用的石油 另一方面 沙特能源转型 更加重视石油与其他能源 石油工业与经济社会问题之间的平衡关系 在天然气领域 沙特2030愿景规划 提出要实现天然气产量翻番 建设覆盖全国的天然气输送网 在新能源领域 沙特政府通过了 沙特曼国王可再生能源法案 并计划到2023年之前 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0% 2030年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9.5级瓦 此外 政府希望提高智能电表覆盖率 实现智慧城市建设 减少人力和资源损耗 提高城市运作效率 这也是2030愿景规划中 重要的民生项目 也就是2030年 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能源消耗 70%的能源来源 也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尤其是光伏能源 那这对于我们格力来讲 对我们格力光伏的空调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因为空调实际上占整个 沙特能耗的80%左右 是整个建筑能耗里面占能最高的 那我们其实光伏空调 主要就是解决这个 空调耗能这个问题 能源转型与向东看暗战略 是沙特2030愿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从沙特我们在新业态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企业 从沙特正在积极地开展 这个电商这个合作 这得改变社会生态 提高人们的对新业态的认识 和提高整个社会的 这个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发展水平 都是有益的事情 同时呢 我们在从这些资源富级国家 资金富裕国家 也在探讨开展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它的发展是不平的 因为从发展程度 那不能光看GDP 还要看你的文化教育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 创新能力 这些都要算进去 我们的政治建设 我们的法律建设 我们的制度建设 我看对他们都是有帮助的 就是引领作用 不光是去给他搞一些 基础设施的项目 更多的在思想交流层面 那么就是我们要传达好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就是不要说要推行什么模式 长期以来沙特出口单一 一直未能摆脱靠油吃油的状态 欧美国家是沙特的主要外国投资对象 如今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西洋东看的政策在不断推进及具体化 未来能否推动中资金融机构 开拓沙特的市场 打通双边金融合作的脉络 或许是帮助双边金融合作突破瓶颈 促进沙特本国转型升级的 又一个推手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全球经济剧烈震荡 谁能变危危机 谁在疫情防控上占据先机 谁在整个经济复苏的进程上 就会领先一步 那么中国毫无疑问是具有相对优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